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9日 星期二 這一節 是一節政治 有一節娛樂 有一節時時新聞 我們經常跟大家說 其實還有經濟 其實經濟跟政治是息息相關的 沒有經濟 沒有政治 但是沒有政治也沒有經濟 這兩件事是扣連的 有人說我們不關心政治的 別搞我 我只是想賺錢 我只是想安居樂業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 如果你不認識政治 如果你不去搞政治 政治就會搞你 怎樣搞你 是會搞死你為止的 因為這個世界甚麼都是政治 連體育 連娛樂 沒有一樣東西不是政治的 是不是 而且香港已經進入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地方 因為香港已經被中共 因為香港已經被中共收貴了 所以大家要了解甚麼是政治 今天的主角是TVB 電視廣播 上市編號511 加400就變成911了 911的股票在香港曾經炒得很高 然後跌到 變成一隻 先股 511 511 也是很慘 不僅 曾經做過藍籌 但是現在 跌到市值得回 HKTV Mall的四分之一 要跟大家說 上星期五收市 是報5.77元最低 但是 現在的現價也是 5.9元 距離最低位都是 1.5元 基本上沒有任何起色 市值25億多 TVB最高的時候是2015年4月 最高是升到50.55 現在只剩下5.9元 市值 縮了多少呢 縮了幾百億 為甚麼無線會跌得那麼厲害呢 我們 有一個 黃祖南的回應 他 回應一些記者的時候 TVB現在的股價創新低 他就說是抵賣 是入貨的好時機 公司的廣告有增長 又要迎接電商的商機 對疫情緩和通關也有信心 對通關也有信心 我從藝人轉型成管理層 如果不犯法 我亦想入貨 當然顯示得他很無知 管理層是可以入貨的 你只要 向 證監 公佈就可以了 你可以入多少都可以的 你可以買光的 所以 那麼無知的人 做TVB的首席創意官 是令人很詐欺的 當然啦 其實黃祖南 他的行運 他的成功 是因為他在TVB最輝煌的時候 回到大陸 賺食 據說當時當然是脆的 說他一年在大陸賺10億 當然如果是真的話 他現在可以足以買TVB 如果一年賺到10億的話 他在大陸賺食不止一年 20多億一定有的 可以全面收購TVB 如果是真的話 當然這個是謊話 他告訴你 全部都是謊話 當你跟大陸人做過生意 你就知道 他們所說的 全部的水份在後面加三個零 甚至五個零 拿著500元他跟你說 也可以做10億8億生意 明明自己還在欠人家周身債 下一頓也未必有著落的時候 他也跟你說得是億元的大雕 那些一百多十萬的濕小的東西 他也不想理會 連你也不想理會 我們真的見識過不少這些人 一場時代革命 把我們所有的心態 反破歸真 也不想去理會 不過我認為 我們要重拾這個 對大陸的認識 我們也要告訴大家 大陸是怎麼一回事 當然 黃祖霖當然是大陸 因為 他在大陸賺錢 在香港TVB出了名之後 回大陸賺錢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在香港的TVB賺不到什麼錢 因為TVB出了名孤寒 黑薄 很多人 一個合約只是給你幾千元一個帳 但是一年也不給你兩個帳 在TVB怎麼生存呢 所以最近 近10年 8年 TVB轉了形式 他 專門找一些富二代 有錢仔 有錢女 想紅的 一直都想著想紅 想出名 不計較薪金 甚至貼錢 其中一個何顏絲 我一時間醒不醒 很多很多的富二代 是駕駛車上班 他們在TVB沒有出過薪金 據說何顏絲在無線做了10年 斗嶺也沒有出過薪金 因為他家有錢 想捧他 那就捧吧 很多 這些個案 詳細跟大家分析TVB股價 究竟公司廣告有沒有增長呢 有沒有得翻身呢 這個最重要 大家可不可以撈底呢 這只要跟大家分析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有兩個呼籲 第一當然是支持八十八燒烤 如果你是居住在屯門 元朗 柴灣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你 不是期望你去光顧 只是順便順路 那你就會光顧一次 如果你真是故意的 一個月去一次 兩次 你就方便 就你的財政能力 這些都是兩力而為的 我們也不希望很多時候 支持還支持 都是量力而為 有能力的 支持多一點 沒有能力的 用一種免費模式一樣的 例如你跟朋友說一下 或者去到旺角 或者你在旺角上班 介紹別人 晚上吃飯 因為日後是沒得吃的 可能放了工作一起去吃東西 或者 買個外賣 例如買個外賣 買個外賣回家 我認為 通常都要量力而為 不要 強硬來 我們也呼籲大家 在我們的 月費贊助 或者Patreon方面 當你的經濟好好的時候 說我的錢是否用了 Tony 我真的想分錢給你 但是如果你說經濟不太理想 我不同意你付錢給我們 這是我們反對的 亦都是呼籲大家不要 那麼你們 如果 在家裏經濟不太好 幫我們看一些廣告 或者把我們的 訊息 把我們的節目 介紹給你的朋友 親戚朋友 或者你認為他可以有potential變成同路人的人 因為我們現在走的一條路 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香港建國的路 建國的路很漫長 很需要 大家攝而不捨去做 要一代有一代的人堅持 我們選擇進行這個 這個任務 可能會受到很多挫折 我們知道 但是 我們認為如果我們不做 現在沒有人做 全世界 我們不做 沒有人做 現在基本上 最堅實的 就只有袁爸爸和我們 當然我們的工作 是有回報 也有人看到 最新的看到就是台灣總統府 總統府向袁爸爸發出邀請 當然我們也是受邀知 我們 會安排蓬佩奧去台灣做一場大型的talk show 當然 我們當時也想 看看能不能請王明志 唱歌 也想請一些 支持香港的朋友 不過 很多時候在香港的歌聲 基本上他們未必敢來 我肯定說是一定不敢來 反而在海外的 我們會考慮 當然 在海外的歌聲有鄭敬基 我們 如果是 找到他也不錯 黃明志 我們是首選的 一定想找他 因為他唱了很多歌 是很代表 大家對中國的看法 對中共的看法 第二個呼籲是甚麼呢 第二個呼籲就是 車隊 車隊現在人數越來越多 不過 不夠生意做 他們也想到很多不同的服務 希望 幫人背下屋 砌架子 或者其他幫人看房子 希望做多一點 如果大家 接下來有需要用車的 可以聯絡我們的車隊 說回TVB目前的股價 今天最新股價 無線 其實也是5.9 沒有甚麼大成交 因為 你不會構成 升了9個先 升了1.525% 這次 真是 可以吃烏的啦 根據沈大師的說 升了9個先 還不吃烏 會發達啦 如果買10億股的話 當然 他市值得 26億股 當然沒有10億股 他有派息 港元有2毫子的息派 派息日期已經派了 除了6月1日 除了6月1日 原來是去年的 看錯了 不好意思 原來是去年的 今年暫時還沒有派息 好了 說回TVB的前景在哪裡呢 目線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背棄香港 一個紮巾在香港的電視台 他的客戶 目標不是香港人 而是目標 他打算放回大陸 但是大陸跟你 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大陸我捧自己的電視台 為甚麼要捧你呢 你有甚麼特別呢 他現在香港 的角色 就是做政府的喉舌 做香港人民 日報 香港這個 中宣部 專門禮橫哲曲做一些 虛假的新聞 無滅示威者 做假新聞 騙小市民 騙一些藍絲 當然在海外藍絲也會被騙到 例如英國那些 例如美國的藍絲 他們看TVB就被騙到 好了 他最大的功效是甚麼呢 你只是 用完積氣的 因為 你 其實看到一個前居之鑑 叫阿士 阿士當時 其實他也是在走一條路線 背靠祖國 大陸經濟友好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想窮都難 當時大家記得黃禎拘捕了甚麼國企 中移動 中國銀行 中石油 所有的大企業 全部出來撐他 結果 有沒有在他們下廣告呢 沒有 沒有 連食糊的跑馬 也是只有一個廣告 利奧酒店 我當時很奇怪 很震驚的 跑馬為甚麼沒有廣告呢 應該是爆棚的 起碼是碧桃間桑拿會下廣告 Sonna 夜店 怎麼也要下廣告的 原來只有 澳門利奧酒店 壁桃間 好像間不中有 沒有其他廣告的 他所說的中移動 他所說的 中國人壽 中石油 中資大媽撒 和他一起站台那些 沒有一個來下廣告 為甚麼 口爽何包林 在你下廣告也沒有夠用了 你也不是給鄉人看的 鄉無線電視其實是一樣的 當你的客戶已經不是香港人 當你心系也不是香港人的時候 香港人就會唾棄你 為甚麼人家找MiuTV廣告 為甚麼人家找姜濤拍廣告呢 因為香港人關心姜濤 因為姜濤怎麼也關心香港人比你 所以 寧願光顧姜濤 廣告商找姜濤 找MIRROR 找ERROR 他們背棄你 離棄你是有原因的 因為你 被市場淘汰 明明一個市場要淘汰的人 哪會有人在那裏下廣告呢 現在廣告增長 是因為你的台 還沒有倒閉 你還有少少影響力 但是影響力 是慢慢下跌下來的 40點 30點 20點 10點 何時跌穿10點 還有 以前香港600萬人的時候 你的收視點是64000人 現在香港750萬人 你的收視點仍然是64000人 已經不對了 你除了750萬人 你的收視點即時跌了 十幾個百分比 他不肯面對現實的 還用回以前的方法 而且 無線的收視點到底準不準呢 有很多人已經不看無線的了 這個大家都心知肚明 現在人們在YouTube 在Facebook 點對點廣告 我看過 那些古董 他立即為蘇富 街市得一些廣告給我 我看完那些樓盤 他立即為樓盤的廣告資訊給我 但是看完你無線 他就不知道為了甚麼東西給你 完全沒有辦法做到點對點 所以電視 是注定要滅亡的 香港有的無線電視 是注定玩完的 沒有翻身餘地 是沒有可能 是有得翻身的 即使你泵水下去 也是會燒乾那些錢 所以 如果黃祖嵐 你真的看好的 你就入貨 我可以告訴你 你只要向 聯交所申報 你買多少都可以的 你可以買完的 你可以全面收購無線電視 當然 這個是黨的任務 即使他虧了也不會全部賣給你 但是你可以在市場增持 你可以自己炒高 最終你成為股東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裏 拜拜 等一下 請問我 會否可能 我選擇 我選擇 你和我 我選擇 你 確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